下面我们请大家翻到教材 我们的EB412020 关于厘清路面的施工技术 那么从这一讲开始呢 我们就介绍路面部分 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了路面工程当中的基层的施工 这一讲就是讲的厘清路面面层的施工了 那么关于厘清路面的施工技术里面呢 第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厘清路面结构以及类型进行掌握 就整个厘清路面有哪些结构层次 然后呢它有哪些类型厘清路面 这个呢也是我们在考试当中经常考的一个内容 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个厘清路面的结构组成 关于结构组成这个问题 其实在我们讲路面工程的前期 我们也给大家讲了这个图形 整个从下往上面做 我们路级做完之后 路面当中呢有电层 底基层 基层和面层 等等这些层次 那么这些层次 各个层次的作用是什么 各个层次的作用是什么 然后什么时候要设置电层 什么时候要设置底基层 什么时候要设置基层 但是面层基层这两个层次呢是主要要考虑的 当然路面结构层次 路面结构啊这个等级好路面整个公路等级好越高的话 那么这个层次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一些层次 如果说交通等级比较低的 那么我们这个层次相对说少一些 所以说呢一般来说比较完整的路面结构层次就包含了 从上往下面层基层底基层和电层这些层次 那么每一层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在层次 它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来看 其中基层的作用啊 我们基层的作用 基层作用是设在面层之下 而且与面层一起将我们车轮的货载啊 传给我们的底基层 电层和土基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基层 它把货载传给我们的底基层 传给我们的电层 填给我们的土基 土基就是我们这个路基 传下来 它在整个当中来起到的是主要沉重的作用 这是它的作用 而底基层 它就是在我们基层和电层之间的底基层 它的作用呢是次要沉重作用 而电层的作用就是去到排水 隔水 防冻 防污 所以说电层它的主要作用 给你这个作用的情况 那么我们考虑设置相应的这个电层 比如说像我们北方的话 那么冬天的时候比较寒冷 那么温度比较低 要考虑到我们路基 不会被冻成的冻土 所以说我们要考虑是这个电层进行防冻 如果说这个地方含水量比较高 那么我们考虑要隔水 或者是如果有水渗入到我们这个路面里面去了 那么我们要考虑排水的这个要求 所以说它还可以起到排水的作用 所以说电层的作用 去到排水 隔水 还有防冻和防污 如果防污染 那么可以防污 所以说这个几个层次 大家把它弄清楚就行了 把它的作用搞清楚 一般在考试当中 容易考到一些选择体 让你判断它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看厘清路面的分类 关于厘清路面分类 我们按照技术品质 或使用情况来分 我们把厘清路面呢 分为了厘清汇林土路面 厘清碎石路面 和厘清灌石路面 和厘清表面处置 这么四种类型的路面 其中厘清汇林土路面 这种路面呢 我们用的比较广幻 它主要用在高速公路 一二三四级公路 都是可以用的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在这个路面当中啊 我们加了一些 矿粉进去 加了矿粉 而这个矿粉在整个路面当中 它起的作用呢 主要是把整个混合力 通过这个矿粉呢 连接得更加紧密 起连接作用的 所以它的密碎性好 强度高 所以说经常用在高等级路上面 那么其他厘清碎石和厘清灌石和厘清表面处置 相比而言 它们的这个呀 各个方面呢 比厘清汇林土要差得多 所以它们的使用条件呢 更多是用在哪呢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上面的 三级公路 那么厘清碎石这里面呢 就没有矿粉 没有矿粉 而且厘清呢 也比较少 因此它的连接性很差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我们厘清碎石 厘清灌石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 厘清灌石基层 你想象一下厘清灌石基层 跟厘清灌石路面是不是一样的呢 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说我把这个厘清灌石材料 放在基层 我叫厘清灌石基层 放在面层呢 我叫厘清灌石面层 所以这个完全一样 它们都是孔系列比较大的 孔系列比较大的 好 厘清表面处置 厘清表面处置 它一般的是个功能层 主要是来防磨耗的 防磨耗的 所以说呢 它是个表面层 厚度一般来说 不超过三公分 有的时候一公分 有的是两公分 有的是三公分 你看我们在乡村 农村的一些公路上面 你看到这个路面呢 是厘清路面 但是像这个厘清路面 上面只是很薄的一层呢 就是厘清表面处置 下面呢 就是我们的基层 它主要起一个什么 防磨耗的作用 承重主要是靠上面 我们下面的基层的承重 好了 这就是按技术品质 和使用情况来分类 我们分为 这四个类型 第二个呢 我们按照 组成结构来分类 按照组成结构分类 我们分为 密室悬浮结构 然后呢 骨架空穴结构 还有密室骨架结构 三种结构类型 那我们在掌握这个结构类型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掌握 主要是掌握这几个层面 第一个 密室悬浮结构 首先它是采用 连续密集配的矿料 配置的离青红料 那么连续密集配是什么呀 就是说整个红料当中的 大颗粒 中颗粒 小颗粒 相对比较均匀的这种 那这种 说说整个红料 配合起来之后 是密集配的 是密集配的 那么代表这种 悬浮密室结构的 这种离青混合料 我们采用的路面的材料呢 就是 AC-E型的离青混土 就是这种结构的典型代表 那么我们如何来 把密室悬浮结构 这个如何记住 我们可以参照下面这个图 这个图呢就是个密室 悬浮结构的图形 它整个这个红料当中 大颗粒也有 中颗粒也有 小颗粒也有 大中小颗粒都很均匀 所以说大颗粒之间的 小孔屑都有什么 中颗粒或者是 小颗粒来进行填充 因此整个红料 非常的密室 而且这种材料 这种红料 它离青也有多 因此我们所有的材料 都是悬浮在离青里面的 所以说叫什么呀 密室 悬浮结构 典型代表 就是AC-多少星 像我们一般 在路面结构层当中 像这种 就是AC-多少 AC-20 AC-20 AC-13 它一般在考试当中呢 就可以跟你说 这么一个结构层次 请问 最表面层AC-13 AC-13 请问 按照结构组成来 分类的话 我们这是什么结构呢 显然这个就是什么样 密室悬浮结构 这个考就这样的考的 反过来 密室悬浮结构 密室悬浮结构 它代表这种结构的 类型的结构 它的离青路面呢 是哪一种材料呢 就是AC-E型的离青混凝图 所以说这个考试 就是这样的问 给你一个结构 问哪种材料来代表 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路面材料 是吧 问这个路面材料呢 是属于什么结构 好 这种提问的方式 大家一定要知道 考试都是这样考的 第二个呢 就是股价空缺结构 什么是股价空缺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图 整个颗粒 颗粒之间 大颗粒 之间形成了估价 而小颗粒比较少 然后呢 当然也有中颗粒 也有小颗粒 但是相对说比较少 因此呢 形成了一些孔械 所以它是采用 连续开极配的 开极配的离青 矿料和离青组成的混合料 在工程当中 我们常见的就是 工程使用的 离青碎石混合料 还有排水离青混合料 OGFC 那么这个是我们典型 能代表股价空缺结构的 这种路面材料 所以这个 我们要理解 什么是股价空缺结构 大颗粒之间形成了估价 然后呢 中间呢 有少量的中股料 细股料 但是因此呢 不能完全填充 所以是形成了空缺 同样问法 还是这种结构 用什么代表 或者这种路面材料 用什么结构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密实 密实骨架结构 那么密实骨架结构 说的是 这种材料是按照 间断性的密集配 间断性的密集配 是指的 我们整个 整个混合料当中 大颗粒和大颗粒之间 形成了估价 那么小颗粒呢 来填充这个估价当中的空心 但是你看 这个混合料当中 缺乏的是中间的 基料 矿料 所以说是 间断性的密集配 所以说 是骨架 密实结构 或者是密实骨架结构 能代表这种结构 类型的 离清路面材料呢 是离清马体脂 混合料 所以说你要记住 是什么结构 你要想到这个图 这个是断集配的 那么一般呢 在我们路面的考试当中呢 就是像这种 ASMA-16 请问这个ASMA-16 是什么结构 密实骨架结构 它是什么集配呢 是间断性的密集配 对吧 间断性的 好了 这是按照结构来分类 分哪些结构 然后每一种结构 它的代表是什么 这是我们考试的对象 那另外一个 按矿料集配来分类 按集配来分类 分为密集配的 半开集配的 开集配的 和间断集配的 好 同样是要求大家 对每一种啊 这种集配 它们的代表是什么 比如说密集配的 厘清混淆土 密集配的 哪一种 就是厘清混淆土 和厘清稳定碎时 厘清稳定碎时 是密集配的 而半开集配的呢 是我们的 感性厘清碎时 感性厘清碎时 开集配呢 是我们的 排碎时的厘清 某号成混合料 和排碎时的 厘清稳定碎时 计程 而间断性的集配 它是什么呀 厘清马蹄之 SMA 所以说这个我们 去年在意见当中 考到了第三点 考第三点 问这个OGFC 是什么机构 是开集配的 厘清红杨 就是这个OGFC OGFC 这种就是说 给你一个 路面的材料 问这是什么集配 或者这个开集配 下面哪一种路面材料 能够代表 这个是开集配的 按照这个 矿量集配 所以说 不管是按 矿量集配来分类 还是按照我们这里 按照结构 组成的分类的话 它提问方式 跟我们刚才说的方法一样 找到这种类型 然后它用什么材料 代表它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 道路使用厘清 道路使用厘清 厘清了 就是我们厘清路面的 用料要求 材料用料要求 整个厘清路面的材料里面呢 主要有厘清材料 还有机量 还有我们的矿粉 等这些材料 其中最主要的材料 就是我们的厘清 那么厘清当中 我们有道路使用厘清 道路使用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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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三个等级 ABC ABC 当然A级的厘清呢 是最好的 B是次质 C是最差的 A级可用于各级公路的 厘清路面几个层次 都可以用 都最好的 我们看在我们这个书上 有这么一段话 对于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 夏季温度高 高温持续时间长 重载交通 山区和丘陵区 上坡路段 还有服务区和停车场 等这些地方 行车速度慢的路段呢 尤其是汽车 或者减轻力大的层次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呀 仇度大 年度大的厘清 知道哈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 在什么情况 温度高 持续时间长 重载交通 山区 服务区 停车场 你看到没有 像这种地方 都是受到了 大量的车辆的货载 使得汽车也产生了 这个减切力 使得我们这个阶段 很容易破坏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什么 仇度大 年度大的厘清 这是考选择题 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厘清 仇度大 年度大 或者是我们要反过来问 选择仇度大 年度大的厘清 一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反过来 高温啊 持续长啊 重载交通啊 山区 丘陵 上坡 服务区 停车场 这样一个反问的方式 对于冬季 寒冷地区呢 寒冷地区 交通量小的地方 还有我们旅游的公路 那么这些地方 收获在相对来说 比较小的 我们用稠度小 低温也有大厘清 好 我们再看 根据温度 啊 说对日温差 和年温差 较大的地区 那么我们应该选择 真日温度指数较大的厘清 所以说 这三段话里面的分别代表了 就是不同的情况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厘清 那么这些是我们在考选择期当中 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再来看 乳化使用厘清 乳化使用厘清 主要用在 厘清表面处置 厘清灌湿路面 冷半厘清混合料路面 和修补裂缝 和喷洒透层 和粘层 封层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到 乳化厘清 当然乳化厘清 用在什么地方 那么这是一个 好选择题的 我们再来看 第五 感性厘清 感性厘清 我们主要是用 高分支聚合物 天然厘清 和其他感性材料 把它制作出来的 这个叫感性厘清 这也是选择题 第六 就是我们的感性乳化厘清 感性乳化厘清 这里面我们有 喷沙型和半合型 两种乳化厘清 那么喷沙型 用在粘层封尘 和桥面防水层 结构层 那么我们的半合的乳化 用在感性 吸将封尘和微表处 也就是做封尘的时候 我们一般用半合型的 喷沙型的 一般用粘层 封尘和桥面的防水 连接层 第七 就是我们的极料 那么极料 我们有初极料 有细极料 我们初极料 比较常见的 就是我们的碎石 历石 等这些都是我们的 初极料 包括我们的框架 但是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 我们不得使用筛选的历石和框架 那么这个历石和框架 它相对说轮角比较差 轮角不是很分泌 在整个物量当中形成的这个 跟车辆的摩擦力比较小 所以说像这种我们一般用在哪呢 用在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因为三级公路和四级公路 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初极料 初极料在混合料当中 它主要是跟离青药 连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比较好的 连接效果的一个混合料 如果说我们的初极料 和离青的粘附性比较差 比较差 那么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 我们该怎么办呢 好 我们可以采取三种方法 第一 往里面加销石灰水泥 或者是饱和石灰水来处理 交销石灰水泥 或石灰水的 饱和石灰水的处理 来增加整个 离青和极料的连接性 第二个呢 可以参加耐热 耐水 长期性能较好的 抗波罗剂 第三个呢 我们可以参加 感性离青的措施 来使离青控制料的水纹性 检验达到的要求 那么这里面其实三句话 就是说 对连接性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 我们该怎么办 三个方面 考选这题 加销石灰水泥和饱和石灰水 第二个呢 加抗波罗剂 第三呢 加感性离青 等措施呢 增加它的连接效果 第八一种材料 就是我们的细机量 细机量就是我们说的沙 当然沙有天然沙 有机制沙 是吧 还有一些石穴等这些 是吧 我们天然沙 可采用核沙和海沙 这种 核沙和海沙 就是我们长期石料 在整个河里面和海里面的经过 翻滚 最后碰撞 形成的一些小的细颗粒 那么这种沙呢 通常采用中粗沙 其中 SMA和OGFC OGFC 混合料不易使用我们的天然沙 那为什么这个特别是SMA SMA是一般是修在我们路的表面 而路的表面像在高等级路上面 我们修SMA 它主要是想通过这种 集料跟我们的初集料 细集料 然后跟我们的整个混合料 形成一个混合料以后 跟行车的时候 产生很好的这个摩擦力 和连接效果 你像通过核沙和海沙 这种方管的这个沙子 相对说没有我们机制沙效果好 所以说呢 我们呢 一般来说很少会用到这上面去 所以他说不易 并不是说不能 不易 就这样的可能就是说 从效果来看 不是最好的 那不一定是用天然沙 好了 就是SMA和OGFC 第九一种材料 就是我们的甜料 我们常用的甜料 就是我们的矿粉 和我们的粉煤灰 粉煤灰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就是我们工业废渣当中的一种 通过我们的一些产矿 最后呢 形成了一种废渣 把这些废渣也 可以把它利用起来 因为它的成分里面呢 跟水泥的成分 很相似 所以说它很好的 可以起到一些连接效果 而矿粉呢 它主要是通过盐石 通过模细以后 形成了一个矿粉 它通过石灰盐 还有盐浆盐中的 强积性盐石 等渗水性 渗水性 石料经过模细而成的 矿粉 知道啊 矿粉是用什么做的 石灰盐和椰浆盐 而粉煤灰作为甜料的时候 使用的时候 它这里强调了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 离清面前的 不易采用粉煤灰 毕竟粉煤灰肯定没有 没有我们矿粉好 针对于高等级路来说 那么你要打到 很好的利液效果 还是我们尽量以矿粉为主 粉煤灰一般 不一定用在这些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 你可以用在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当中去 是吧 考虑它的连接性 所以这就是我们粉煤 而且粉煤灰在使用当中 也不是单独使用的 它一般的时候要跟矿粉 混合在一起 一起用在工程当中 而且它的含量 也不能超过矿粉的50% 它不能占整个 比矿粉的量还多 不能这样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材料的要求 那么关于一些材料的问题 大家稍加理解 那么在考选这些当中 大家能够进行判断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 厘清路面面层的施工了 厘清路面面层施工 这是我们的相对来说 一个重点 一个重点 那么我们在18年二减当中呢 在这个当中呢 就考到了这个面层的施工 那么面层施工 主要是大家来看 热板厘清路面的施工工艺 热板 因为一般来说 面层施工都是通过什么 半火好之后 拉到现场 通过摊铺机来进行摊铺的 首先在摊铺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安装两侧的路原石 路原石安装好之后 接着完我们就要 在基层上面呢 要喷洒透成油 我们前面在讲基层的时候 讲到无机料基层 基层施工完之后 在做面层之间 我们讲了基层跟面层的层间结合 当基层表面稍微干燥 我们就可以撒什么油啊 我们就可以撒透成油 就可以撒透成油 所以说这个也要知道 撒透成油 什么时候撒 撒什么泥青呢 撒我们的煤泥青 还有乳化泥青 液体泥青是吧 都可以撒 撒这个透成油 好了 撒完之后 那么在铺路面之前呢 我们必须要做什么样 这个工作 做实验段的施工 做实验路段 那么这个实验路段 其实是跟我们的路级工程一样的 拿出一段路来 路面工程来 是吧 然后按照我们这个目前所编写的 施工方案和工艺 去做一下这个路 做完之后 看各项最后的质量 各方面能否满足设计和相关的要求 如果满足的话 后续工作呢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实验段的工艺参数 来进行呢 后面的大面积的施工 所以这是实验路段 当然做实验路段 首先要做好 厘清互内的配合笔设计 这个配合笔设计 跟我们前面讲 厘清稳定 厘清稳定基层一样 也用的是什么呀 马歇尔实验 马歇尔实验 分三阶段呢 目标配合笔 生产配合笔 或者生产配合笔 验证三个阶段 当然通过马歇尔实验 做这个离清互调配合笔设计 主要是要确定了离清的多少啊 急尿啊 是不是 等等这些 要把它确定出来 然后呢 好 实验段没问题了 之后就开始摊铺 摊铺完了之后进行碾压 最后啊 成型检测 摊铺 碾压 成型检测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热半离清路面 施工的工艺 那么这个工艺当中 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什么时候 这里要撒什么油 还要做什么 做实验路段 那生路段 当然还有后面呢 碾压摊铺的相关规定 摊铺有什么规定 碾压有什么规定